我們的歌王陳奕迅 也到高雄來開演唱會了 重點是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 是因為他的場地很大 然後回音也很大聲 所以Eason哥他也就開玩笑說 歡迎來到高雄的停車場 在停車場聽歌的感覺 所以車都在裡面嗎 其實沒有 都是人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驚人的開場 也沒有炫目舞台 金曲歌王陳奕迅 在台大體育館開唱 用嗓音征服全場 隨我遇見了你就結束了 跨離誰的街景幸福 我願不愛 唱的心自論平什麼 讓你快樂 以新專輯的歌曲打頭陣 現場三千位觀眾聽得入迷 更期待聽到他 全是經典歌曲 騙你們進來了 很多人以為要 要進來要聽什麼 《十年》啊 什麼《愛情轉移》啊 《你的背包》啊 《浮誇》啊 這些歌全都不會唱 就算事前沒宣傳 門票照樣秒殺 陳奕迅刻意選擇小場地 拉近歌迷距離 最怕一對茫茫茫 一邊回想那就是夢 牽不掉的身影 帶淚的臉 還真是煩 一身運動服隨性作風 即使沒有亮麗滑服 陳奕迅靠歌聲 展現歌王實力 想你的我時同其凡 TVBS新聞 吳居賢 復健神立平 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的是我們 彭佳慧 佳慧 在小巨蛋的演唱會 他這次請的嘉賓是Ella 她是第一個我看到演唱者 拜託來賓不要說話 求求她啦 是不是實在太好笑了 然後Ella之後還說 她應該會被所有的歌手 視為拒絕往來回 她就是抱在黑頂班 這個人來就是我所有私底下 跟她說的事情 都會被她扶上排名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有多好笑 身穿15公斤重的 大紅色澎澎群禮服 彭佳慧一開場連唱多首情歌 你好愛 秋風重 溫暖嗓音讓歌迷陶醉 接著演唱會嘉賓現身 現場尖叫聲不斷 你是天 你是我 你是唯一的鮮花 我只愛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和Ella一起飆唱SHE名曲 還現場交起客家話 講話向來無禁忌的Ella 讓彭佳慧簡直無法招架 如果你要生男的 就是你跟老公在快樂的時候 你不要講這個 這對演唱會真的沒有幫助 演唱會特地選在下午3點半開唱 成了最早在小巨蛋開唱的女歌手 她說眼睛一睜開 開完嗓就要到場 實在很早 希望中南部的朋友 待會兒聽完演唱會 可以很悠閒的跟你的朋友 一起在台北 共進一頓非常悠閒的晚餐 然後10點再去坐高鐵 回到你溫暖的家 提早開唱 原因讓粉絲好暖心 彭佳慧演唱會前夕感冒 棕菜牌時還扭傷 左腳踝意外連連 不過演唱會順利演出 讓歌迷留下難忘回憶 音樂 TVB的新聞 叫漢文 張麗玲 劉宜卿 台報到